能见度不到500公尺的农物清晨 越南慈禧志工小心翼翼前行 就怕耽误与相亲爱的约定 首都和内市的发放 志工选载了张美县进行 排在队伍中的民众 有七成以上都曾是洪涝受财富 在越南受华人文化影响 当地民众也过春节 志工发放物资 等于送给500个贫困家庭 心名赫礼 各国各国等官 感谢非常感恩 今天参与了以后 其实这个私底受感受更好 所以我可能会在今年底 如果我真的顺利刚任 恒例台商会长以后 然后看看同样的 做这些善事 我们应该多做一点 志工年节 送爱的脚步 也第一次踏进续真审 两天四场的发放 看到很多少数民族的老人家 露出满足的笑 除了服务老人家 有一场发放 是专为视障者办的 提恤他们的不便 志工几乎都是一对一服务 带回新年礼物的乡亲 脸上也绽放满足的笑容 这个年相信会过得特别圆满 大家新闻 这是我们志工 文天亮 陈怡婷 越南报道